我们在人世间受苦 或者在人世间受很多 为人逆境的时候都会想 受苦要受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就算你人世间的苦暂时过去 你也还没到头呢 人世间它本来就有很多痛苦的本质 莲花生大事他开始 世间上的快乐 他的本质都是痛苦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 就近安乐永恒的归处 所以应该立刻都要发愿 将来百年之后啊 或者我今生啊 天年已尽的时候 希望啊立刻蒙佛皆引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看我们在修大圆满道的人 为什么大圆满前行无家行 外共家行还有内部共家行 圆满了以后 后面还要有一个破啊法呢 就是千世法 直接往生到西方净土的法门 就是很多人大圆满道 他没有时间修 或者他修行不认真 或者他持戒不惊艳 很多的要件 也就是他很难在今生 证得大圆满的境界 但是起码我要修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先解脱六道轮回再说 在西方极乐世界 一样可以证得大圆满 一样可以成就佛道 那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保证成佛的地方 早晚而已 今宝宝 今宝宝